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开很多年的老馆子 那他们也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 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发展 也成为大家记忆里忘不掉的味道 那在长春呢 尽管各种网红美食 外来美食大行其道 可传统的质朴的老味道啊 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风骨 那在长春人心中的地位呢 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这周的七天食堂 我们就为大家盘点这个 长春市各城区老味道美食排行榜 那今天的第一站呢 先从朝阳区的人气口碑老店开始 朝阳区呢 是长春最早的商业中心 所以这里啊 保留下来了 开了几十年的老店 那这些店呢 在当时甚至没有店面 仅仅是老板一个人啊 在街边支起的小摊 就说这个人民广场的老地摊吧 相信呢 老长春人都对当时的火爆场面啊 记忆犹新 那现在呢 这些地摊也不见了 但是这些当年深爱的食客呀 喜欢的味道 我们的美食小编呢 也都为大家找到了 今天来的这家店呢 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深藏在居民楼里的老店 它是位于人民广场附近的 一个老居民区里 特别的难找 我是找了好几圈才找到的 而且呢 这家店特别有意思 虽然说我们称呼它为老店 但其实它在这儿 只开了两年的时间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呢 这个就得听听老板的故事了 两千年下个岗 06年那时候 因为钱两个孩子过嘛 在路边没啥费用 成本比较低 那时候在外边找找罪 就这么整整试试 结果整整就长起来了 大伙都挺愿意吃的 因为最开始那时候年轻啊 那时候没这么大岁数 大伙称呼就叫黄姐 我觉得跟年轻人在一起 我觉得心情也好 所以大伙我也就称呼姐姐 我也就这么这么多年下来 也叫黄姐来 就在269站点 那时候站点还没有 那时候画一个大方块 那个还没正面成站点呢 因为那个地方有路灯 有那个灯光 所以说就能 好有能看着 吃也能看着 为了生计 从那时起 黄姐就这样借着路灯的灯光 照亮了炉火上的肉串 也照亮了来来往往的食客们 而作为一个女人 经营着这样的一台生意 这十几年中的辛苦 恐怕也只有她自己知道 十月份以后呢 树叶一挂 一落叶 那时候心就挺害怕的 就开始心里边就 这冬天咋过呀 就是一挺一咬牙 有吃的你 那也就过的了 一冬一冬也过的了 就这么十多年就过的了 手就烤串 这手之后都肿了 肿了回头刺了 脚脖都崴了 崴得肿了 那就太正常了 那我一直在剪着 我就想我要干 我就剪到底 那你顾客来了 你找不着你 他心里不得劲 最开始出没有多少人吃 我最少卖过一百多串 点一点的 谁吃了谁都不走 我就这么多年 把这课攒下来 冬去春来 直到2017年 为了配合长春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脚步 黄姐毅然决然地 放弃了自己烧烤摊的生命 可十多年来 积攒下的老食客们 却用着他们自己的想法 那时候休息 我们挺高兴 可下休息一段时间 歇了三个来月 顾客他着急吃 他说咋整个 我们想吃 那怎么整个 你也吃不上 咱们在家 给我们整哪吃 就这么临时决定 给家先整 咱们在吃 咱尝了 给家整吧 要不一直吃不上 挺馋的 这么临时给家决定 其实我就给家 说白了 就是打个回头客 我把那想吃的 我给他发个 打个电话 发个微信 有知道的 有不知道的 因为我也没留电话 他们也没留 特别那十多年老顾客 所以都不留电话 结果之后就找不着了 很多人找不到 老板用美食 成全顾客的故事 天天都在发生 而像这样 被多年的老顾客 逼着重新开张的故事 我们却不常听说 而黄姐为了回报 这些多年的朋友 也让菜单上的价格 始终保持多年前的样子 没有变过 我们来到店里的时间 是下午四点半 黄姐串店 也迎来了今天的 第一桌客人 来 你们是头一次来吗 嗯 你们是第一次来 没人进来 你来了 有啊 刚才发朋友圈 我今天就来 就发朋友圈 我今天到上连连来的 那么点 你闲待制成啊 完了怎么样 好吃 好吃 先等你这事啊 我觉得好像以为客人 我觉得 他说别介绍你来的 没有人记得不敢来 店里大部分的顾客 还是回头客 即使有新顾客 也大多是朋友 口口相传而来 墙上的菜单内容并不多 熟悉这里的顾客 菜单对于他们来说 只是摆设 而对于初次来到这里的王鑫 冰柜中各式各样的串儿 吃哪个显然成了难题 看你先吃什么 吃香的 肉 香的肯定得有 心爪 这比较香的 不一人都没管 有没有点那种什么 筋头八脑的那种 筋道一点的 筋道一点的 那就是一个筋头 一个心管 还有一个买盒子 买盒是生的 腰骨是哪儿啊 我骨是牛 然后是乞盖 那个比较香 那给我来个这个呗 然后再来两串肉 这腰全是新的 不是买的冬腰 肉36一斤 肉没长价 就是为了打准 这是牛肉 就是为了打准回头客 这是 心酸 这个特别好吃 这女孩 小孩都不肥 她愿意吃 这个小心管 这我没吃 我想尝尝 就是那个心管 下边的小叉 小心管 我管它叫动脉 是一小心管 你尝这个 这个都 行 就是鞋吧鞋 两面墙中间 一米多的空间 就是黄姐烤串的地方 地方不大 除去炉子 人只能侧身而过 很难想象 让众多老主顾 流连忘返的肉串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 灯光在烟雾中穿过 却照不清火力 炙烤下肉串的变化 而这些细微的火候 调料挥洒的程度 全靠黄姐 一双粗糙的手 来掌扣 烟雾散去 肉串的香味扑鼻而来 不断分泌的唾液 也让我们做好了 品尝美味的准备 我想先尝尝 刚才 黄姐给我推荐的 她家的腰子 因为平时我是不愿意吃 但她说 说她家腰子是咸的 吃起来是没有味 尝一尝 这个腰子 我真是一点都不撒谎 它真的没有 我们想象中的那种 吃腰子那种腻味 你只能吃到她那个 有一点点肉的那种香味 然后再加上撒的那些自然辣椒面的味道 一点意味都没有 而且她这个腰子是吃起来很嫩的 我感觉吃的那样像肝的那种口感 但还没有肝那么绵软 这小肉串太可以了 瞬间让我想到就是那种 小的时候跟爸爸妈妈站在路边 冬天瑟瑟发抖 拿着小猪签子 鹿肉串的感觉 就是那个味 肉很嫩 而且没有任何就是其他的味道 就是很传统的辣椒面和自然 还有盐的味道 但是你吃进去就是特别香 包括它那个肥油 也一点都不腻人 它是更加地把这个肉串整体的香味 给提上来了 每个人都会和美食有相关联的记忆 或远或近 而只要再次品尝到曾经的味道 脑海中的回忆 也会瞬间定位在哪个时间点 从而让你回溯起那一刻的人和事 还有那些人和事带给你的笑和泪 想必这也是那些老实客们 放不下黄姐烤的肉串的原因之一吧 其实黄姐当年在外面摆摊的时候 还有两样小吃 就是鸡汤豆腐串还有炒粉 但是呢当时她就是忙活不太过来了 所以就把这两样呢包给别人了 在这块开这个店的时候 她又把这两样小吃重新地做回来了 就吃完这些肉串 我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 那两样小吃的味道 我就想肉串弄得好吃 炒粉豆串呢也必须好吃 肉串呢怀孕的孩子都可以吃 炒粉豆串也是干净维生 而且都能吃 我尝试的没有一年 有一年半 一年半的时间 这两样小吃在黄姐手上 有了不同的样子 生豆油和淀粉块 会碰撞出诱人的金黄色 但豆腥味却让很多人揍眉 用熟豆油来炒制 颜色透明 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舍去脉象的同时 却得到了味道的还原 同样另辟蹊径的就是鸡汤豆腐串 一样的鸡汤 一样的干豆腐 在鸡汤中煮熟后捞出备用 等待顾客点菜时重新下锅 舍去了大锅炖煮 随点随取的方便 而得到的却是干豆腐的豆香 和不是韧性的嚼劲 这些舍语德是为了 更好的味道地呈现 可对于黄姐来说 她自己的舍语德 有时却是迫于无奈 姑哥说 你能不能开一个大点店 说我们好找个地方 我也说 我说我要是年轻一些 可能今年毕竟66了 岁数大了 你再开一个大店 你还在直播呢 我也没得到能力 没得到精力 时间的力量 总是在一点一滴的释放 带走了人们年轻的活力 和对未来的幻想 我们不知道 黄姐的烧烤店还能开多久 还有多少人 能够在这里品尝烧烤 把酒言欢 但起码在过去十年的岁月里 那些曾经和黄姐一起度过 酷暑严寒的时刻们 那些和家人朋友一起在街边 或店里撸串的时光 总是能被我们不经意间想起 就足够了 下面这家馆子呢 在长春的重庆路附近 不搭起眼 门上的大牌匾几乎被 烤酱炖炒菜馆 几个大字占满 而鱼记这两个字呢 被挤在了最左侧 店内呢 四壁桌椅 沾满了岁月的痕迹 环境确实是有点不尽人意啊 但是呢 他在长春人心中的地位 可并不比五星级饭店低下 大把开着宝马奔驰的外地的时刻呀 慕名而来 那能把大家团结到一起的 就是这个鱼记的主厨 鱼老爷子几十年如一日的霸道菜品味道 那鱼老爷子呢 曾经呢 是长春大饭店的主厨 精通卤菜和东北菜 退休后啊 开了这家馆子 多年的手艺呢 积攒着 回头客也是越来越多 生意也越做越火热 一到饭口啊 店内几乎坐无虚席 我有点饿了 二十多年老店 据说是长春饭店退休的老厨师掌勺 有老长春们最爱的传统味道 而最近频繁出现在抖音里 成了半个网红小店 网友们的点评却是褒贬不一 所以味道如何呢 还得咬上我的小伙伴 一块尝尝去 到哪了 我先点了啊 鱼鸡 酱烤炖炒 菜馆 太多人给我们做推荐了 我第一次来烤酱炖 是09年左右 这啥菜 这是什么 这叫三煎上品豆腐 它的创新菜 你看着也像老菜 因为这种极其复古的甩盘 有设想说 要点一些大众点评 或者是网络推荐 比较多的菜品 比如说锅塔豆腐 牛肉段 焦汁鱼 这三条菜是必点的 而且刚才有客人说 这条菜是他们每次来都要吃的 反正基本上我都吃过 我的朋友爸在旁边工作 然后的时候他告诉我的 来吃了一次 那一顿饭嘛 我们四个人啊 一人吃了一盘六股串 就是吃完了之后 就感觉是全长春最好吃的地方 我的天 都不算吃别的菜 你说这道菜有多夸张 但是今天都没有 刚才碰到老爷子 一切计划全部打乱 是他吗 老师傅你好 您是于大厨吧 还没进门就有幸看见了传说中的于大厨 我的兴奋之情已经异于言表了吧 17岁到长春班的学徒 现在我还干 我挺业爱他 大家吃的可满意了 我可愿意干了 是吧 受宠若惊 本来这个 于大厨要走了 这 被摁住了 于大厨 我们人不多 你给我们推荐几个 你最得意的 我赶到的时候 裴达正在点菜 听着老师傅的推荐 煎炒烹炸溜顿煮 那是如鼠家珍样样经典 恨不得全场一变 咱家锅不入啊 应该是传统老餐 来个牛鱼片吧 好 再来个三千串锅 虽然老爷子推荐的 跟我们想象中的招牌菜全都不一样 但好在有一道菜是 我就最开始想吃的 啥 重点 对 有切的片 比较厚的羊肉 有利花 这是猪肉 有干虾仁 螃蟹 但都调味用的 酸菜味也很重 哇 这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酸菜汤 这是很老拍 是窗锅底的那个味 一定要有干海鲜 干货会提鲜比较猛 对 因为它 把味道浓缩了 对 浓缩了 这是我发现每桌都点的 就是这个味 酸菜一定要酸 干海鲜的料一定要足 用那种海鲜的鲜 然后去提酸菜的鲜 上品豆腐 这是于大厨的女儿 应该现在是店里的老板 擅作主张 进行私下调整 对 调整 开玩笑的 其实是大姐说 耙肉调比较腻 怕我们接受不了 就改了这道叫 上品三鲜豆腐的新菜 据说是招牌菜 锅塔豆腐的变形 看着朴素的豆腐下面 却是掩盖了丰富的馅料 这里边是肉馅吧 嗯 锅塔豆腐的一种 呃 变形 这个味道我觉得更加老派 他们家里面这个馅儿 有没有点像鸡丝卷里面的那个 乌尔 然后肉馅儿 嗯 虾仁 吃到菜就觉得很下饭 鱼大厨推荐的第一道菜 嗯 就是锅包肉 锅包肉一入烤 我就有点懵了 这也太脆了 一咬绷扎的酥脆口感 实在跟我们印象中的 锅包肉有所区别 不仅让我产生 是不是用了起酥粉的错觉 这是玉米淀粉 和那个 和那个水分白面 白米比例有数 它在于火口菜 这汁上的 稀一点 挂不住 味道是可以的 我绝对可以的 当你吃惯了 长春现在流行的那种 粘质锅包肉之后 你再看这种锅包肉 会觉得说 有点怪 又闻起来 酥很酸 吃起来又很甜 又很脆 里边的肉呢 又很嫩 这是小时候 我们对这道菜 简直是一道神菜 对 东北人最喜欢的一道菜 对 但是每家 每个厨师 它都不一样 与其说 你喜欢吃哪个地域的锅包肉 倒不是说 你喜欢吃哪个厨子 做的锅包肉 好不好吃 还得大家来吃 我是老长春呢 今年75岁了 味道都是老味道 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 不太知道这个老味道 我们一般都特别喜欢 我们都没有任何参加意义 我是第一次在长春 炒菜馆里看到 有溜鱼片的 唯一的缺点 这应该是一条草鱼吧 刺很多 就是吃起来 要非常小心 这个菜很少见 如果来吃的话 我不会点这个东西 吃过那么多溜肥肠 难得 有机会的吃 溜鱼片 如此清爽的溜步 鱼的肉 可比 猪肉要滑得多呀 对对对 你配上它这个调口 比较适中 这要留一片 我是非常推荐的 好吃 菜挺特色的 没见过会有的 感觉哪样都挺好吃的 就是每样都尝尝 来一次换吃菜 我们走来 很早就非常了解 这老爷子 他曾经跟这个周宗旅 访问过日本 中国特技中心 他的菜的味 都是原始的东西 我终于找到一家 可以推荐给我的外地朋友 长春味道 煎炒烹炸溜 炖闷 你都能找得到 另外是每样菜 味道都不走样 很老派的传统味道 但是我也真的希望说 很多人可以到这尝一尝 找一找 长春 纯粹的味道 因为很多人把它 标榜成了网红店 所以很多人说 要打卡这个网红店 那么多人去吃 到底好不好吃 千万别抱着惊喜的 这样一个想法 它就是纯粹的一个 长春饭店 可能得不到惊喜 但是能让你好好的 吃一顿饱饭 而且就是老长春的味道 整体推荐指数四星半 推荐菜品 三鲜穿锅 滑溜鱼片 小店不大 但菜式讲究 老派长春菜馆 网友推荐 锅他豆腐 锅包肉 浇汁鱼 炸两样 在长春呢 还有一个王纪酱骨头 更是历史悠久 一段时间不吃 就想的不行 那我每次去呢 即使是中午也得等味 那他们家的酱骨头味道十足 酱汁完全渗入到肉里面 脊骨肉多 磅骨枝浓 特别够味 虽然呢 都是家常菜 可是在王纪吃啊 味道就是正宗 醇厚 能吃出这种小时候的味道 老字号老味道 在舌尖 更在心头 今天节目开始 我就手握巨款 那在这种网络支付 如此便宜的时代 今天我们却要去一个 直接现金的一个饭店 这个店就是王纪酱骨头 也是我们城市壁尺榜的 最后一站 那这个店呢 在长春也是多年老店了 然后店里平地的酱骨头 这样一款食物 赢得了各个年龄层 朋友们的喜欢 同时呢 也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店 那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看看王纪酱骨头 到底好不好吃 店里十几张桌 饭口时候会显得稍微有点拥挤 招牌必点一定是酱骨头 土豆酱 蒜茄子 首次拌菜呼声也很高 当然还少不了 小米招和花点的固定搭配 作为主食 这才是一顿完整的晚餐 来看这一桌 得劲 来 我先试这下骨头 这个鸡骨很香 肉很厚 有酱香的味道在里面 又不会特别咸 这很难得 不愧是多年老店 很有这个功力 整个咸跟香的 中间的把控 把控得很好 就刚好卡在 最适合的那个点上 肉很酥鲜 肉酥鲜是什么呢 你吃肉里面肉丝跟肉丝 你能感觉它咸感的那个韩性 饱含着汁水的那种感觉 没有太多的调料的味道 应该是那种老汤香的 骨头的感觉 就它们俩骨头就是很好吃 所以 今天我不用太想工作 想说安安稳稳的 然后吃光这一桌的美味 我觉得很开心 这个帮我拿的时候 感觉是很甜甜的 上面 金头八脑的部分 和下面 黄板的骨髓 让人一看就觉得 食指大动 肉很厚 越嚼越香 既有筋的口感 又有一些脂肪的油脂 在嘴里分泌 跟这种大的肉弧形的 瘦块在一起 一口下去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这个骨头里面是有点甜 因为那个甜呢 隐隐的 能把够的鲜味提出来的那种甜 这个肉味 把控的细致度 非常高 哇 这门是筋的 骨髓啊老香的 先倒碎 是大昏油香 骨髓真的就是棒骨的鲜 对 那如果大家要在这吃的话 想吃瘦一点的 可以选择几果 想要吃带骨髓的香的 就是棒骨鲜 是你那么一选 看着感觉就是很家常 因为砸了很多的香葱圈和香菜脆 这一碗土豆酱好像是用到的骨糖 有淡淡的肉香 然后里面又没有肉沫 没有那么多的调料 就是很基础 很家常 跟小时候我奶做的那口味很像 哇 把这个蒸桩辣这个 哇 这个店的东西呢 整个拿上来之后 你真的不会觉得说 它很像一个饭店吃品 就很像小时候家里的一桌菜 没有丰富的调料 没有太多炫技的手法 给你呈现出贴腐肠胃的温馨晚餐 让你吃在一种家的感觉 为什么能上壁翅膀呢 我觉得味道是一方面再一个 就是有好多年头的在很多人来说 这个店也是它的情怀 市井小店没有经验味道 却是跟要好的朋友 吃顿简单却可口的家常饭的好地方 酱骨头值得一试 你的消费我来指南 这里是消费服务节目最七天 提起吉林乐姐 那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啊 肯定都不陌生 因为之前呢 我们七年游记就跟随着 吉林乐姐体验了 沿边吉林等地的特色乡村旅游项目 本周呢 那我们继续出发 感受丰收的喜悦 体验采摘的乐趣 那今天呢 我们首先要去的是 位于长春市兰家镇的 荣发农业观光园 从市区出发到目的地 开车呢 也就不到一个小时 那里的苹果啊 正值成熟记 走摘苹果去 今天我来到了荣发农业观光园 也是来见一个人 就是我身边的这位 吉林省乡村旅游代言人 也算是咱长春的代言人了 金鲜 今天带着大家来我们的荣发农业观光园呢 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我们集很多的功能 于一身的这样一个综合园区 包括一些生态果树的采摘 然后有机蔬菜 等等的这样多功能于一体的农业观光园 刚才听您说了那么多 有什么好玩的 想让您带我去看一看 好的 因为您是第一次来 那我就带您一直到我们的整个园区规划图那去看一看 好 吉林省荣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亚娟 于2010年创建了荣发农业观光园区 在她的带领下 园区已经建成了 其果蔬采摘 教学科研 儿童自然科普教育 旅游观光 农耕文化 及农作体验于一体的 现代化综合生态农业园区 作为女性企业家 多年的奋斗和努力 也让她收获了许许多多的殊荣 也让荣发农业观光园 成为了长春人民 假日休闲的优质选择 整个园区的话呢 占地是40万平米 40万平米 对 有温室大棚70多栋 所以的话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壮观的 面积也非常的大 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整个园区的规划图 这位是 就是我们荣发农业观光园的副总 你好 你好 孙老姐 我们这块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 对 有不同的这个水果采摘 像现在呢 还有葡萄啊 苹果呀 一会儿带大家都棚里边去看一下 去体验一下 而且我们有我们自己独特的这种地主地种植 这种蔬菜呢 都是这种有机种植的 就是不使用任何的这个农药化肥 然后这个地主呢 它会选一块自己的地 然后就是想种什么呢 我们给提供了种子呀 有机肥呀 中午类的的话也可以在这吃饭 都是我们农家特色的菜品 对 那就既有这种温室的有机种植 同时我们又有远离城市的喧嚣 畅通的这种感觉 是非常棒的一种意见 咱们接下来咱们去哪 那我带你们到咱们的葡萄棚啊 苹果棚 还有地主地去参观一下吧 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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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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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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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植物的味道 这边的话呢 就是咱们农场比较有特色的地主地 就是人人都能当地主的那块地 对对对 你看这一片一片的 这两个砖码的 对 这中间就是一家的地 一家 那是多大呀 这是 十平方 就有的规划的好 有的规划的就是可能一般 这一般的话呢 是地主的意愿 这个能看到都是叶菜类的 所以叶菜类的这一期的话 大概是有三十个品种 在这样的阳光棚里边 生长周期是二十多天左右 这么快 对 就从我们播种之后 然后二十天就可以吃了 一家三口的话 每周你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菜 完全都吃 对我特别好奇的是 这个因为它离室内 不是特别近吗 是给配送吗 有时间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来收获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 也会负责免费给配送 每周配送一次 四十万平方米的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咱俩就是这么一上午 真是走不完 其实但我觉得一上午 我觉得挺开心的 但是还有更多的地方 就特别有意思 所以说如果你想感受一下的话 你不妨亲自来过来玩一玩 看一看 你的消费 我来指南 这里是消费服务节目 最七天 接下来看这里 了解一下跟您有关 您必须关注的生活资讯 二十号零食 长春市供热开生率 99.96% 如果您加的暖气还没热 以下几个方法 也许可以帮到您 首先确认停热范围 如果是大范围 或多家用户停热 可以询问本小区热力站 是否停电或停水 热力站设备 是否出现故障 以及供热主管网 是否出现故障 今年来自热企的 三千多名供热管家 在各个小区都让身份 量变化 可以第一时间解决 百姓家中关于热的问题 如果只是您自家不热 可以检查一下 是否气堵 或异物堵塞 乏心脱落等 另外自己加装 改动暖气片 将暖气片放气阀 改装成水龙头 供热设备超出使用年限 暖气片安装数量不够 暖气片质量差等 都会影响到供热后室内温度 如果您加暖气不热 快对照检查一下吧 近日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组织抽检14类食品 共275批次样品 其中不合格样品7批次 此次抽检不合格产品包括 严吉市超祥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汤酱料 长春市妙香山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辣白菜 长岭县东泉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奶油小生 牡丹江市 富地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小川椒 白山市双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枸杞路边高 人参莲子路芯高 长岭县东泉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小地主冰棍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已通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依法予以查处 特别提醒消费者 如购买或在市场上发现 通告所列不合格食品 请拨打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电话 12315热线投诉举报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0年度公务员招考报名正在进行 考生可在10月24号18点之前 登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0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 进行网上报名 招考公告明确被开除党籍人员 失陷联合承接对象等不得报考 截至10月20号16点 长春市有3064人报名 2257人审查通过 国家公务员局提醒 本次招考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 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 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目前社会上出现的 假借公务员考试命题组 考试教材编委会等名义 举办的有关公务员考试辅导班 辅导网站或发行的出版物等 均与本次招考不关 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 切勿上网受骗 海南省三亚市 针对部分引进人才 放宽了购房政策 在三亚实际工作满一年 且缴纳满一年社保及个税 即可在海南省购买一套房产 定期三年 且在海南服务一年以上的 可享受本地居民同等购房待遇 以引进三亚工作 单位落户的急需紧缺人才 且家庭在海南无房的 可以在三亚购一套住房 急需紧缺人才 主要包括医疗健康产业 新兴科技产业 物流业 热带特色高校农业 旅游业 金融业 教育文体产业 会展业 海洋产业 房地产业 学历要求 绝大部分为全日制大专辑以上 部分要求为中专或相关职称等 每天帮忙砍架 加速拼团 这样的微信好友你有吗 10月18号 微信官方对微信外部链接内容 管理规范进行修订 对违规使用用户头像 诱导 误导 下载跳转 好友助力 加速 砍架 任务收集等违规活动 以及违规拼团等方面内容 做出规范 修订版规范将于2019年10月28号 正式投入使用 电视剧强者风范将无缝登场 五级联播 让你一次看过瘾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七频道的微信公众号 将你和正在播出的电视剧的合影照片 发送到吉利电视七频道微信公众平台 并且留下姓名和电话 以新生活 您的消费我来指南 明天同一时间 这几天和你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路有多美 这一路有多光 毕竟一生只有这某场 便生命留个印象 剩下的远走出就渐渐微凉 四季变幻望 忘不了心中回响 有像热气散在那条老街上没变样 山谷的风势分外让人纯粹 迷失的海鸟青湖望了望远 那家旧光可不要太早 这一路有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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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